你们说十年以后 我们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 无忧无虑地躺在这里 肯定不行 就你这样没事总拍着冬眠身上 到时候老公飞食杀了你不行 冬眠 你让不让我躺在你身上啊 那必须可以啊 我的小婶婶妹 我跟你说 如果我老公要是不同意的话 我就一刀咽了他 哎呀 我要同意 好吧好吧好吧 宝贝们 安妮可不 杨大伟到底打算什么时候跟你结婚啊 他说毕业就起我 啊 他说老婆不管了 到时候一定要让我当你的伴娘 哎你是不是二啊你 每个人都可以当伴娘的 伴娘又不是只能一个 我们俩也可以啊 对我要当伴娘啊 我也要当 啊行 你们仨哥哥的伴娘 你不管要当伴娘 他也当孩子贪妈 啊 干嘛 哈哈哈哈 哎你说你多划算啊 你先生孩子 就可以有三个干妈 孩子每年要拿三份压岁钱啊 干嘛我最先生孩子啊 因为你最先结婚 好吧 我不管 不管以后你们谁生了孩子 都得管我叫干妈 是 我才不会生孩子呢 你最新的 嗨 你好 你好 怎么了 怎么了 我等了一上午 终于有人握住我的手了 你是 我是马场的策划总监 我叫雷闪闪 你是 我是新来的美学顾位 我叫Adele 很高兴认识 很高兴认识 Adele 你这摁得到处都是手用 这是干嘛呢 行为艺术你懂吗 不是特别了解 行为艺术 就是解放天性 解放人性 因为每个人都是艺术家 如果你看 在乎周遭的眼光 你就会忽略自身的 艺术气质 所以我建议 每一个艺术院校 都应该开设这门课程 同意 同意 那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 我们一定要深度合作 深度合作 你是不是创建了一个 城市走婚俱乐部 你怎么知道 每一个大龄单身女青年 都知道这个 第一 要有创意的求婚 第二 隔离式交往 第三 专情测试 第四 要会唱爱戴所有的歌 而且拉低舞 一定要跳得比我好 第五 我每个人都会审美疲劳 如果我对她没有感情的时候 她要允许我有一个情人 我要把所有的感情 都寄托到她身上 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家 如果没有情感 何为艺术 当然 我是一个有节操的女人 我绝对不会跟她们上床 第六 我有很多闺蜜 可是她们都是gay 所以我的老公要允许我 单独跟她们出去旅行 或者是睡在一起 当然不许致错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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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 我今天看到一篇报道 一个行为艺术家 把她的稿丸盯在了广场上 我在想啊 如果不允许我们同心脸结婚的话 你会不会把你的乳房 也挂在城门篓子上啊 我的乳房 和城门有什么关系啊 那稿丸 和广场有什么关系啊 不要听她说笑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的闺蜜 Coby Coby 你好 我叫雷闪闪 你叫雷闪闪啊 我跟你说闪这个字 我从小就叫小闪 Coby小闪 闪闪闪闪闪闪 停 我们一块是什么事都可以做 是的 我们可以在一起 摞摇 我们可以在一起洗澡 互相擦屁屁 我们可以在一起 互相介绍男朋友 我们可以睡在一起 但是 没有性格 你们两个的关系 实在太让人羡慕了 你看亲爱的 昨天我买的戒指好不好看啊 呦 骚得你啊 龟头啊 给你屁屁上画一个 骷髅好不好啊 昨天晚上做了几张面膜啊 皮肤这么好 你说嘛 亲爱的 不好意思 我打断一下啊 你们知道王老师去哪儿了吗 王老师 谁是王老师啊 谢谢 谢谢啊 突然来找你 是不是觉得有点意外 无事不登门 登门必有事 其实 就算您不找我的话 我找机会 也想跟您聊聊 看来咱俩是信有灵犀了 算是吧 那个 我也就不兜圈子了 其实我就是想问问您 您对闪闪到底是什么想法 问得这么直接啊 看来 你对我和闪闪之间的事情 是有所了解的 你就是闪闪 传说中的男闺蜜对吧 对 那个 我们俩是哥们 我看得出来 你和闪闪之间的关系 不只是友谊这么简单 小伙子 听我一句话 你要把握这机会 你要把握这机会 不要等到那天 你们俩真的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之后 可就晚了 懂吗 人呢 转院了 今天早上刚走的 转院了 好 护士 您知道他转哪儿去了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 王老师 您 您不喜欢闪闪吗 有很多事情 尤其是感情的事情 不是那么绝对的 我和珊珊之间的感情 说起来有点复杂 所以我的心情很纠结 那您不觉得您这么做 这珊珊是不公平的吗 你说得很对 但是在珊珊面前 我只等她坏人 你要辞职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东眠不接电话你又要辞职 不不不 这件事跟东眠真的没有任何关系 主要是我老公 他不太想让我出来工作 所以我得考虑他的感受 好吧 既然我留 你也非要走 想回来的话 再给我打电话 谢谢七总 那我走了 七总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你知道东眠他离过一次婚 其实他对婚姻的那种不安全感 也并不是全部来自于他十二次婚姻 还有很多很多 东眠从小生活在一个没有温暖的家庭里 所以他的内心是很没有安全感的 他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都是为了给内心寻找一个安宁的地方 我懂 谢谢你 可枫 走 走开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他两回来你知不知道 你是人吗你 你干吗呢 山山林雪我本来就郁闷了 你干吗还对他喊啊 关你屁事啊 我就愿意冲他喊 怎么了 走开 不行 不能对他喊 我不对他喊 我对你喊啊 可以啊 你可以对我喊 博士 我劝你少管闲事啊 我给你一分钟考虑 真要让我冲你喊吗 我一秒钟都不用考虑 行 那今天我说什么 你就做什么 不许反悔 山山 叶花 叶花 快进 叶花 可 可 可封的叶花 咱们 咱开 嘛 得 哎哎哎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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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没人接 雷神闪跑哪儿去了 又是一天也找不着个人 不会出什么事吧 应该不会吧 他又不是一三岁小孩 他有的时候连三岁小孩都不如 你说这王老师这事 多少年了他还这样 要我说啊 这全天底下的男人 没有一个好东西 尤其是那王老师 莫名其妙地就失踪了两次 换谁谁受得了 我就觉得奇怪了 你说 那黎珊珊这么多男人 她就过不了王老师这一关啊 爱情这事也是没道理的 你说感情跟理智在一起PK 最后肯定是理智失败了呀 来 这要我说这王老师失踪了 没准还是件好事呢 一说博士啊 我跟闪闪在一起住的这段时间 我真觉得博士对她挺好的 关键是闪闪啊 她把人家当哥们当男闺蜜 她就是一脑残 也不知道她那脑子什么时候能开窗 总算是没事了 那你赶紧回家吧 嗯 行 对了 我上次跟你说 给你介绍工作那事 回头我把电话发你吧 你给人打电话 行 还是你本事的 继续啊 来啊 你酒量挺好啊 肯定 比你好 走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走 你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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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 你答应了 我让你做什么你都做 做 你做什么都做 你这颗是正解的 正解 差不多差不多都行了 不行 差不多都行了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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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讲 什么都没发生 昨天晚上喝多了 我喝多了 喝多了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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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睡下 你 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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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她也不可能 把你怎么着了 就她那可怂呀 她有责心也没在哪 肯定没随 我跟你说 你说得倒是轻松 脸晒 我现在怀孕了 她那么大一头 一踢到我肚子里 把我怎么办 你这可是死神经病 你还指我 你还敢指我 脸晒 你不要脸哪你 那个 谁来了那个 到底怎么回事 没 没什么 挺好的 是不是脸晒晒 对对对 好的很 好的很 我刚才都听到了 说你怀孕了 孩子是我的对不对 是 我是怀孕了 可是孩子不是你的 你撒谎 明明那天我们刚 对 我们那天是 那什么来着 可是你要知道 我能跟你那什么 也能跟别人那什么 那不是我的 是谁的 脸晒 我找你这么两条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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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找你 快点 孩子的附近是博士 昨天晚上我们两个 还睡在一张床上了 是不是 那个 昨天晚上咱俩 是睡在一张床上了 但是咱俩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快快 我知道 亲爱的 你是把伤害到我跟孩子 不是 不是 我告诉你啊 昨天晚上是 赵宝贵是怎么回事 昨天晚上我喝多了 我跟他睡在一起了 然后我们就 然后我们就什么都没发生 不是 我们是睡在一起了 但是我们是睡在一起 你不是有人找我吗 慢走 你那么多话呀 到底谁找我呀 严董 严董找你的 好 美术系别人啊 是 绘画图吗 当然 朋友介绍的还是不错的 我们这个公司啊 是一个这个这个 家具设计公司 那你就简单地 在我们这儿先画画图 适用期三个月 希望你呢 在我们这里 能够给我们一些 有创新的 不一样的 能给我们带来 新鲜的元素 好不好 好 谢谢主管 我一定会努力的 苏敏 你还在骗我呢 我 我没有骗你啊 我跟你说过的 我一直都是有老公的 那我知道 那对我来说这不重要 这怎么不重要 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光知道我有老公 可是你不知道 我我我其实还没离婚呢 怎么着 美丽的路面 我的天哪 看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这就是我老公 我老公迈克 迈克 迈克 这是七明峰 就文大明 你就是传说中的七公子 好 怎么着 我没骗你吧 他就是我老公 我建议你以后 不要天天都来马场找我了 因为 我老公会有点不高兴的 好 我真高兴 你能把我当你的老公 对不起 我还有事 我看今天七明峰是没有反应过来 如果等他反应过来了 下次再来 没那么好对付了 他呢 过一天算一天 到时候再说吧 多年 我不希望你一个人过得这么辛苦 密克风 你不会是全都告诉他了吧 我发誓 我什么也没说啊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到我们这个年龄 我不说你们也应该明白 咱每个人的内心 都有一个不安全的角落 可能你们俩觉得 我最近变了 不再是那个温顺的小绵羊了 其实我做这些 就是为了寻找内心的安全感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都有逃避不了的心结 我知道你有童年的阴影 所以你不希望你的孩子 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 可是我觉得 你应该给别人一点机会 也给自己一点信心 不是所有男人都一样的 你不是经常跟我说 大伟就是个好男人吗 所以我不管跟他怎么吵架的时候 我都没有想过要跟他分开 你应该相信 总会有一个人出现在你生活里的 可能是七明峰 也可能不是 但是你别一个人承担这一切 而且七明峰 他是孩子的爸爸 我觉得他有权利知道这些 所以冬眠 我觉得你应该认认真真的 不带任何个人情绪的 好好想想 但是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们俩都会站在你身边的 还有你 我知道王老师走了你伤心难过 但是 我俩也会站在你身边的 你别憋成忍者神规啊 去 再忍者神规啊 我哭了 冬眠 没事啊 我跟可风 一直都会在 孩子出来了 还有俩干妈呢 你怕什么呀 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 你们都说我会最先当妈妈 结果呢 那个最傲娇最不屑地说着 我绝对不会当妈妈的冬眠 第一个当妈妈了 老婆 这太阳要从东边落下去啊 你这天还没黑怎么就回来了 老公 我想正式地通知你 我已经从宠物学校辞职了 真的 你终于想明白了 老婆 你终于不用再去那个狗窝 不用再去那个宠物学校上班了是不是 感谢天啊 感谢地啊 我杨大伟痛苦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幸福的日子即将来临 光明就在前方 老公 老公 但是我还想通知你一件事 说 我又找了一份新的工作 明天就上班 我上去换衣服了啊 天哪 那你是在跟我开玩笑 我被你担心了